兄弟 我插一句 原汁原實在很強耶 他剛剛讓我看到說 怎麼樣從雞蛋裡挑出骨頭來 他真的做到了耶 這好厲害耶 我這次防禦做得這麼好 他也能挑出這些骨頭 好簡單耶 肚腮 我只能說怕靈魂跟肉體交換 沒有啦 你迷失的靈魂 迷失的靈魂 我們是真的善意的角度 那現在 這樣都破音耶 即婉中心認維修了 你不要照我們 孫生兄弟這樣講話 會講的比較快 而且你這樣講話 會忽略我們 忽略我們到底 聽你在講什麼 我覺得我們政府已經做得不錯了 可是呢 有一些政策的措施 的確是有一點點 好像有點像擠牙膏 就是走到哪裡 算哪裡 又好比說 我們針對美國進來的人 大家都知道紐約非常嚴重 我們第一波做得很好 主角 中港澳做得很好 可是那時候陳時中就說 要小心第二波 可是對於第二波 好像沒有提出什麼辦法 到3月18號才開始說呢 國外的人一路 全部都要做居家檢疫 那個已經完了 所以很多人都已經進來 如果那個時候 針對美國的 好比說 做那個什麼 一個班機的 有一個班機 不是超多人確診嗎 但是都沒有做篩檢 如果可以很快做篩檢的話 就不會像出現 我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 做得不錯 但是呢 有一些狀況的確是可以做一些改變 那可以讓我們的防疫可以做得更好 兄弟我插一句 原汁原實在很強耶 他剛剛讓我看到說 怎麼樣從雞蛋裡挑出骨頭來 他真的做到了 好厲害 我這次防疫做得這麼好 他也能挑出這些骨頭 好簡單耶 我只能說 他靈魂跟肉體交換 沒有啦 迷失的靈魂 迷失的靈魂 我們是真的善意的角度 我知道你善意 就全民都防疫啦 你剛剛講的齁 當然是善意 但是我只能說啦 以人民的信賴 就八個字 人同此心 心同之理 但是站在防疫中心的角度 也是八個字 如與薄冰 戒勝恐懼 是不是 世界哥我可不可以再講一件事情就好 譬如說現在也有人呼籲啦 說是不是可以公布 確註整的足跡啦齁 其實公布足跡這件事情是 我認為是有必要 像南韓現在疫情有控制住 我告訴你 原資 你有沒有去過風景區玩 有啊 最近沒有啦 我看你可能 沒有注意風景區的景語啦 風景區不是有兩句景語嗎 除了美好足跡 什麼都不要留下 除了美好回憶 什麼都不要帶走 對不對 你都沒有注意嗎 沒有帶走沒關係 但是我可以知道你的足跡在哪裡 好 我舉個例子 像上 剛剛我講的 蘇貞昌跟很多 隔園開記者會 大家都沒有社交距離也有戴口罩 只有一個人有戴口罩 是誰呢 就是林佳龍 為什麼他會戴呢 因為他知道 觀光局主祕兒子的足跡 主祕的兒子 影響了一個觀光局的人 然後影響了主祕 所以主祕接觸的林佳龍 林佳龍知道之後戴口罩 擺入身邊的人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他們的足跡 我們是比較容易保護自己 跟保護他的人 那現在 那現在 欸這樣會破音耶 集團中先生認為說呢 你不要照我們 軟身兄弟這樣講話 會講得比較快 而且你這樣講話 會忽略我們 忽略我們到底 聽你在講什麼 我們自己會有點腦筋秀斷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林佳龍會這樣 因為他知道足跡嘛 他知道足跡 他才保護自己嘛 那 集團中心認為說 公佈足跡會有個資法的問題 沒有關係 我們不用講說是誰 比如說我們不用公佈說是 世間哥去了哪裡 他去那邊喝一杯酒 或去那邊看個電影 不用 不要說ABC誰 你就說 這些地方有確診診經過過 其實有必要 因為大家會緊張 就像那個時候有那個 高級社區女保全的事情 一爆發出來 我都接到好多訊息 問我說那個社區在哪裡 然後之前那個高中生確診 馬上有很多人問我說 那高中在哪裡 其實我也問不到 可是大家會想知道 因為知道之後好預防 保護別人 我覺得可以考慮做這件事情